努力提升自己 永远比仰望别人有意义 人间一趟 总要为自己全力以赴批一次 老者已经在工地上忙了 现在天气炎热 他用水洒在上面保养柱子防止开裂 柱子还没有彻底的凝固 今天没有建筑工人过来干活 因为上面一层暂时还不好盖 要是可以盖了下面会搭架子 架子工搭好了之后 上面就可以铺平台了 老者的小外孙可能睡了 他的女儿也在这里陪着他爸爸干活 他想让他的爸爸尽早结束回家休息 自从买了地皮开始建房子以后 他就没有一天休息过 老者的女儿已经把带的东西拿了上来 他已经开始泡红茶了 虽然工地上的事情他也帮不上忙 可是这些后勤工作还是要做的 就在这时有一位老人家走过来和老者说话 其实他们也不熟悉 但是老者还是要请他喝红茶 他还主动问他 他说你今天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老人家和他说 我也是听别人说 你们妇女两个经常帮助别人 所以我找过来向你寻求帮助 老者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老人家和他说 我的妻子一直生病卧床 而我最近也没有工作了 所以我想向你寻求帮助 老者和他说 你把家里的住址告诉我 我有空去看望一下你们 老人家真的和他说了一下地址 看到他们在忙 也没好意思打扰就走了 老者真的是一个心善的好人 现在他的好名声已经在外了 经常有人向他寻求帮助 只要对方是真实的没有撒谎 老者都会竭尽所能地帮助别人 老者买了这一大块地址以后 积蓄所生不多了 可是他并没有拒绝别人 还承诺他空的时候去看他们 老者的帮助也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比如他上门的时候买一些东西给别人 并不是说一下子拿很多钱给人家 其实就是买一块糖给别人 别人都很开心的 不管多少都是他的善心 老者的女儿 对于他爸爸的这种做法 他也总是默默地支持 父女两个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吵过架 他还跟着他到处去看那些贫困的人 老者真的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虽然他对康特的妈妈也有很多的意见 康特妈妈今天一大早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 在电话里请求老者让康特回去一次 老者本来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最主要他不想勉强康特 可是妈妈一直说让他帮帮忙 他说他只要把康特喊回来 并不是让他一定要说服康特给他建房子 既然听妈妈这么说 他也就答应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一大早就给康特打电话了 康特还是很给他面子的 老者说他在他们家等他 于是他就开着卡车回去了 哪知道康特去的时候 妈妈以为他不回来了就去打工了 看来他们家要揭不开锅了 所以他才心急火燎的去赚钱 妈妈估计心里要气死了 康特回去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有买 而老者去的时候只带了一瓶牛奶给猫吃 还给几只大狗买了一点内脏 可是没有给他和吉尔纳买任何的食物 他肯定是要生气了 这次去的时候凯尔也并不在 看来他上次和康特说 现在很少去了是真的 他们家现在好在养了一群动物 不然家里真的是冷冷清清 虽然妈妈不在家 吉尔纳还是传达了妈妈的话 就是让康特住在这里 不要再走了 然后想办法买地皮重新建一个房子 吉尔纳还说 为了不让康特为难 妈妈说这次买一块小地皮就可以了 她说起来好像还是在为 康特考虑一样 其实就是把压力和负担 都增加在了她的身上 康特其实心里是有一点生气的 妈妈从来不考虑 她现在有没有能力买地皮 也有可能她就是逼着康特问老者借钱 可是康特不是那种皮厚的人 让她开口借钱 她实在说不出口 她也知道人家刚刚买了那么大一块地皮 怎么可能好意思再张这个口 康特当着老者的面和吉尔纳说 她说我今天既然来了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现在真的没有能力建房 你们现在只能暂时住在帐篷里 等到冬天的时候看情况再说 老者觉得康特说的也确实是实话 不可能逼迫她在这里 说什么保证的话 她把康特叫回来 任务就完成了 然后她就带着女儿离开了 他们要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在工地上干活 康特要走的时候 吉尔纳还不允许她离开 她只是一再地和她说 你和妈妈以后不要再打电话给老者了 人家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 你们就不要再打扰他们了 老者和他的女儿 也觉得康特真的是有很多棘手的事情要解决 他就是和妈妈之间在有矛盾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他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没有地方住 这是他做儿子应该尽的义务 他们家的事情 老者肯定不能帮他做什么决定 如果康特以后来和他商量 他肯定会给他一些建议 老者也知道康特还是没有找到阿祖法 他知道一天找不到人 他就没有心情开始正常的生活 这也是妈妈对他一见最大的地方 老者这里建二层楼的房子 肯定也是请专业的人员来干活 可是他每天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所以他最近也没有空去操心康特的事情 今天老者在妈妈那里看到了他 康特又和老者抱怨了很多事情 老者一直在安抚他急躁的情绪 他还和康特说 你去村庄里找人 挨家挨户的去问会找到的 你们觉得康特会想办法给妈妈建房子吗